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 跟一个老朋友见个面 一起吃个饭 叙叙旧 因为呢 我记忆中好像是她要离开洛杉矶了 那我想知道她为什么要走 我想知道 哎呀 你妈呀 有人可能要问我 干嘛穿梁鞋要穿双袜子 习惯问题 之前呢 来到洛杉矶 除了麦克以外呢 就是她帮我最多了 现在得知她要走 你能跟大家一会儿说一下为什么要去华盛顿 嗯 到了美国来的时候其实是想感受一下美国 如果老丁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没有全面了解 我感觉那个东风和西风不太一样 很多人告诉我 那边更好 你去了 是吧 也不是说更好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传统 其实你更喜欢那边 比如说 说不上 那这边 我这次回来 我 我觉得家中阳光这么好你就走 然后华盛顿那边不是跟纽约很近吗 它那个四季还挺那个什么的 是不是 该冷的时候聚冷 特别冷 他们说中间特别冷 但是我没有度过嘛 所以但是我也想尝试一下 就是你现在意思就在这把房子卖了 然后就去那儿就准备一在那儿住了是吧 嗯 可能近期这段时间 大概好几年吧 应该是这样 就是因为气候原因 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 就是想 我主要是觉得突然间走了 若然基有少个认识的人 你可以到东部去看我呀 华盛顿啊 对啊 你不是也多可以拍点很多东西吗 纽约我倒是想去 那华盛顿还没计划过 当然有机会我会去的 华盛顿真的其实也不错 其实我这次回来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有点捨不得 就像我们家房子刚挂牌 我就觉得有点捨不得 但是还是要走 就是到处转转吧 到处看一看 是不是想这个多走一走 对 看一下 因为还是想多了解嘛 趁现在我还跑得动 到我跑不动的时候 我想走都走不了 想了解 其实你可以在这边租个房 这边房子得留着嘛 这边不是还租给那个 不然还在吗 不知道 走了 走了也不租了 空着了是吧 空着了 然后挺操心的 我觉得在美国 其实有房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嗯 真的吗 真的 然后我们家的房 你看那个都干的不行 浇水 还要维护 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觉得挺不好的 感觉挺可惜的 那你那边是 现在那边是租了房子 但还没有计划在那边买 对 那边现在现在居里买 也行嘛 反正就这边 那边房间太贵了 不会吧 华盛顿吧 华盛顿还好吧 还好 我们家这个房子在这边嘛 可能虽然也不在洛杉矶 在洛杉矶的东边 嗯 但像这个房子在那边 可能应该卖到六七十万吧 对 那那边呢 在那边 这边不是才这点钱嘛 才五十几万嘛 在那边可能要六七十万 而且都是老吧 我们这个是大概 大概是九零年的吧 然后在那边 那也就六几年了 六几年 四几年 五几年 还有二几年 都不老张看 不是 那你觉得 那去的那边你买的房子 压力不就更大了吗 在那边 也许不买房呢 就租吧 那也行 买不起 这边租吧 好久没见你了 你好像长得越来越帅了 没有没有 头发越长了 本来想剪 但是一些原因 我不能剪头 不想 这个镜头里就不说了 先不剪 其实也是回来就忙 刚好这两天有点空 我就说约一下你 对 其实我们之前约了好几天了 然后正好麦克今天也过了 然后我们就一块吃个饭 聊聊洛杉矶的房子之类的 其实挺可惜的 这么一走 以后你还回来吗 我万一说这房子卖了 你说了可惜好像都不见我了样的哈 没有没有 其实我在美国时间也不会很长 你也知道 我今天刚好看到你那个视频 嗯 拍得特别帅 哦 汽车那个 拍得特别好 完了 这个剧后了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视频 大家看到可能是很久之后 但他刚刚看到我这视频 说明我在做视频的时候 中间是有很大的区间的 因为太累了 我最近也特别特别累 然后也要想办法生存下去 这边你看房租也慢慢涨起来了 开始也大了 但是我这边支出反而多了 因为在国内雇了一个人 准备让两个人帮我做事情 然后每个月要给他们发工资什么 结果自己收入很低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变化 他要走 然后我要继续努力 就是这样 其实都是没有计划的哈 计划 然后很多东西的时候 就是走着看着 然后说着 然后过来两年之后 我回头一看 哇都变化了 嗯 其实也没过多长时间 过了几个月就是什么样 去年 是去年 对 认识你应该是去年吧 然后到今年 18年5月份过来 18年5月 是 对18年5月份 5月18号 剧菜庆祝 麦克兰 嗨 Grace 哈哈哈哈 毒喝啊 剧赌吧 什么剧赌啊 剧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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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都快拍开电视剧 赌宝合作 准备回家 先把Grace送回去 那你什么时候再走啊 下星期吧 下星期就 保持联系 好的 好嘞 注意把这个提下去 明天那个吧 OK 拜拜 你看Mike今天瑞茨刚回去了 我刚把他送回去 然后他已经决定说 把这房子在这卖了 然后去华盛顿里边再买房子 后来他说那边房子还挺贵 比这还贵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情况 华盛顿DC还是挺贵的 因为都是一些政府工作官员 联邦政府 美国联邦政府就在这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五角大楼啊 像那个美国的各种那些大的 政府机关啊 国会啊 他们都在这 虽然很多政府高官都住在华盛顿 因为那上班很近 所以说他们收入都很高 所以说他整个房价也很高 再一个就是整个华盛顿的房子也不多 整个华盛顿 它是一个在森林里头开批的一个新城市 所以说它是哪里需要盖房子 就把哪个地方平掉 然后盖一片房子出来 而且没有那种太大灭积的开放 所以整个华盛顿的这个房价并不便宜 在整个美国地区 所以你觉得哈 嗯 我刚看了一下 手机上看了一下 现在咱们这边 汇率啊 就是7块1毛7对1美金 这样汇率是上来了 你说汇率上来之后 比如说国内的钱就没有那么值钱了 本来这房价不可能很快跌掉了 所以说相同环境下 如果是咱们国内的人过来买房子 他要付出更多的这个钱吗 你觉得这个会影响以后 在美国这边卖房的走势吗 我不太清楚 它是这样子 它这个汇率呢 是一个双向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我们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它的汇率是人民币在贬值 然后美元在升值 然后这样的话 你在国外购房的话 你就不合适了嘛 比如说你去年花680万 就能买一套100万美金的房子 那你今年就要花到720万了 现在已经7块2了大概是 等于说你里外里就少了40万 就等于说你要多花40万 人民币在购这个房 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在哪 是因为对全世界来说 如果你把这个视角放到全世界来说 美元是在强势在升值 是 那美元升值 现在包括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地的货币 都在贬值 不光是中国人民币在贬值 那现在那个像土耳其的里拉 一天就贬了15% 现在像南非的这个兰特 一天贬了百分之八点几 包括其他的各国货币都在贬值 包括印度的 包括这个全世界各地的这个货币 都在贬值 现在美元的一个 美元有个指数 美元指数现在已经到了98 这样的一个数字了 就98 这个98会说明什么 美元它是代表美元的强势 或者它的那个增值的与否 或者它这个升值程度 因为历史上都有过美元破100的过程 就是美元的指数只要破100 基本上在全世界的一些地区 就会引起一些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反而呢 美国倒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它在强势的时候 那很多人总结美国的经济 就是这样收缩扩张 收缩扩张那个过程 那当美元升值的时候 全世界的热钱 全世界的钱 就都向美国聚拢 因为现在美国的那个十年期国债 它的这个 现在就是价值非常高 但是那个利息非常低 它这个 很多人不太懂这个国际贸易的金融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当一个美国十年期国债 它利息非常低的时候 就意味着它不用给你很高的利息 它已经卖得很好 它现在利息已经破了1.4了 大概是这样 那它就意味着就是说你买它一个十年期的国债 它的年利率才1.4 就意味着美国的国债特别好卖 也就是说都全世界的热钱都到美国来买国债 这样的话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当全世界的热钱都往美国有 都要换成美元资产 买美国国债 买美元的资产的时候 就推高整个美国的资产的 美国的任何的资产的价值 就包括这房子 包括房子 就是你以前比如说 举例的以前你在美国持有一套房子 大概是值100万美金 那你以前可能换成人民币就值600多万 那现在就变成700多万 所以说从大的国际形成来说 美元的强势升值只会让美元的资产会升值 对那些没有买房的人来说 这一个美元强势它是个周期 它不是说一天两天 就是它这个周期一旦起来 会有一个持续几年的一个时间 然后等它美元升值到一定程度 就是已经到很高的程度的时候 它要会进行下一个周期 就美元开始贬值 这美元一贬值的话 那钱就流向全世界各地 就是这样的 对这时候全世界各地的时候 你看这时候你看会发现什么地方 就是全世界各地的货币已经在贬值了 对我发现了好像是这样的 对全世界货币美元 这时候美元出击了 美元就是开始它从收回来之后 它又再出去 在出去的时候 比如它原来 比如说假设我们三年以后 或者五年以后 人民币汇利已经变成8块5或者9块钱 对于美金了 那它现在你比如说你把钱都放到美国来 买了房子了 那你到时候拿着100万美元 到中国就变成850万或者900万人民币了 对吧 你在这个国内在中国投资什么的 就更值钱了吗 就来回倒腾 然后但是钱越来越值钱 对就像拉风箱一样 就一进一出一进一出 大概他们说这个周期是10年左右 唯一周期 对它很多人专门统计 但其实这个经济规律并不那么好琢磨 我们并不是 对我们也不是专家 即便专家也很难预测 专家预测好 对都是瞎说 就从你自己好像见我这意思就是 是不是好像现在其实买房子 在美国买房子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入手 世纪 因为那可能这个汇率还会往上升 所以你现在买了 反而这个升的还是更快一点 虽然说你前期好像跟值钱比的话 你确实损失了一点 但后期其实回来很快 对就是你说的这问题是特别常见的 就是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客户 在微信上的客户啊 或者这个来联系我们的到了美国的客户 都在问我们说 现在汇率涨到7块1毛8 1毛9啊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不是一个好的时间 是不是要再等一等 等到他再变成7块钱 或者6块9的时候 我再换一些 对 但其实我是想跟大伙说 其实因为我并不是这个金融方面的专家 我不好预测 但是从整体的这个国际形势来说啊 他不可能有太好的这个效果 我说再回到7 6块9啊或者这个 就是短期的应该不太可 对 因为美国现在要正在酝酿着这个 要要在酝酿在这降息嘛 就是都在说在在降息 那川普是希望让美联储降一个点 但是美联储估计不会答应他 可能最多降0.5个点 有50个基点 那不论他降多少 那对整个美元来说又是一个强势的一个信号 因为他一降息之后就代表着他这个经济就会刺激 因为他利息低了 对房产来说是一种刺激 就是你贷款的成本降低了 是这样就买房子会更多 他利息降低整个市场上的钱就多了 就等于说量化宽松了 那不可能放在大街上 那只能要投资在一个市场上 或者什么地方 你要么去消费 要么去买东西 买包括买消费品 也包括买房子 对存钱也存钱没用了是吧 对就是他降息的目的就是证明这个美国的经济 他觉得要刺激一下 他去降息 但是美联储一直认为现在美国的经济非常好 不需要刺激 所以他就不不降息 但是川普说不行 美国经济还要刺激 那刺激才会更好 然后他就一直逼这个美联储主席一直在降息 但是现在正在僵持当中 但是现在普遍预测今年年底之内 应该是有一次降息的行为至少是 年底我得把握好这个时间了 对 那收到钱了 那再回顾到房子上 最近有什么好的房子 因为房子它不是过去那么几年这么疯狂涨了以后 现在价格都开始回归理性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感觉这个新楼盘开盘的价格就更实惠一些 是更好一些 那我们现在推荐的有几个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推荐房子都是地税比较低的 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地税低了以后 因为你是有这么会低 然后学校要好 那现在就在Rinch Koko Manga 就你现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新的楼盘 那我问一下我朋友正好对面摄像师他问 有没有二三十万的 二三十万的只能到Riverside那些 对没有 对没有Riverside大概平均价格是多少 Riverside要30多万现在 三十万还可以是吧 对Riverside 一千七八尺 对我们最近也发了一些Riverside的房子 大概一千七八尺30多万 对因为今天不是跟瑞兹我们一块吃饭吗 我们吃了比较久 聊了很久 因为他要走了 所以今天留给我们时间其实并不是很多 对 所以未来有没有时间 我们就一起去看看你说这房子到底什么样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他那边房子最便宜的是41万 41万是一个连排 大概是1200尺两房两位的这样的 两房2.5位的这样的 对已经这么贵了 对但是他学校是小学9分 初中10分高中9分 也怪不得这么贵 对 就想在这定居的 好像不太适合投资是吧 还是说怎样 自己住更好一些 自己住更好 因为他学校特别好 但是你要投资的话 就买的稍微再大一点 投资的话一般建议买三房或者四房来投资 因为美国人你投资是要租出去 因为美国的人口比较多 一般家里都三个孩子 你要太小的话你不太好租 三房四房对更好租一些 他租金回报会更好一些 对 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现在看视频的人 在美国投资房子买房或自住想来这边旅游等等 简单一点 对因为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论你是买房还是不买房 你都要想办法把你手里的尽可能的人民币资产换成美元资产 那这里面的我建议就是大伙如果在国内还有房产或者还有一些固定资产的话 留下一套自己住的 把剩下的都尽可能的出手 然后换成不论是美元也好日元也好欧元也好都可以换成外币 然后转出来 在最近这几年对你来说是一个家庭财富的一个保值的一个办法 因为这个汇率从目前来看人民币是走软的 这是一个趋势 对 所以这个建议大家是否接受是完全看你自己 今天反正我们该跟大家说的也说了 消息并不一定很权威 但是经验而谈 因为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买房 对我刚才说了你可以去欧洲去日本 没关系就是你在不在美国买房都无所谓 但是你既然问到我建议 我建议还是做一些资产的重新配置 就是配置一些美元资产或者是外币资产 而不要都持有人民币这样一种单一资产 这样一旦发现一些系统性的金融性的一些风险 这个将来风险就非常大了 规避风险 规避风险 今天非常感谢麦克从大老远的家跑到我这里 然后在吃完饭之后花了一段时间跟我一起录制这个视频 是因为今天其实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做一些其他的 正好麦克要来 我想有没有可能就正好最近也是因为人民币贬值 美元强势了 有没有一些涉及到房子的点 结果没想到还说出了一些 如果大家从这个视频当中学到一些东西呢 记得留言评论点赞 最好关注一下 然后期待未来视频也会给大家就 起码那个你说那个 对我们过两天就看一下 给大家展示一下 所以对房子有兴趣的 对美国生活有兴趣的 不要走开 大家放个信息哦 好 你不信吧 哦 好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